注意看,视频中的猴哥起床的第一件事居然是看日历,一看下一条。 今天居然是小主人的生日,他灵机一动,好像有了主意。 只见他快速跑了出去,带上心爱的小推车,找到还没睡醒的小羊仔,就出发了。 他们一路飞驰,跨过平原,翻过草丛,终于来到梦寐以求的香蕉树下, 只见猴哥一跃而起,动作娴熟地来到香蕉树顶端,举起82年的镰刀,轻轻松松地割下了香蕉, 然后小心翼翼地装上了车,他和小羊仔又出发了。 猴哥也很懂事,看到小羊仔拖着太费力,还不忘下车帮他一起推车, 他们这事要去哪儿呢? 不一会儿的功夫,他们已经来到镇上的商店,老板娘将钞票递给猴哥, 原来他是来卖香蕉,拿到钱的猴哥没有急着回家, 而是和小羊仔来到一家蛋糕店,用刚才卖香蕉的钱为小主人买了一个蛋糕, 看到这里,我都想为猴哥点个大大的爱心,真的太懂事了。 猴哥一刻也不敢耽搁,快马加编地冲了回去, 将蛋糕小心翼翼地放到桌子上后,就去催促小主人赶紧回家。 他们一家快乐地打开蛋糕,许下生日愿望,一起分享这甜美的时光, 我看着家里的二哈,不由感叹,何时你才能像这猴哥一样啊?